- 超级大人家 - 超级大人家 - 超级大人家 - 我是丁超 - 欢迎收看超级大人家 - 今天是礼拜五 - 今天是理论上来讲 - 量一定是收的 - 不一定礼拜五是这样收的 - 当然是美国礼拜四是港恩节 - 美国是放假 - 所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开盘 - 没有美国股市的涨肥参考 - 另外又碰到今天礼拜五 - 美国股市是开盘是开盘半天 - 这个半天时间 - 所以对于下礼拜一来讲 - 理论上来讲 - 量也是会比较不大 - 但是今天我在联系的时候讲过 - 刚好碰到下礼拜一 - 是MSCI - 就是你上个月的调整 - 调整群子的生肖日 - 生肖日它就是在最后一盘的时候 - 盘后最后一盘的时候 - 量一定会比较大一点点 - 它是做一个调整 - 那一天的调整的筹码会比较大 - 所以那个地方最后一盘 - 又会堵上成交量上来 - 所以成交量会比这边大 - 但是也不会特别的大 - 因为一孵出来不会特别的大 - 但是这个不重要 - 只是跟各位讲下礼拜的一个着势 - 那我们现在目前先看一下台积电 - 台积电的质量股票它是管大盘的 - 自从这个台积电这个506块以后 - 已经是有几天时间了 - 已经有九天时间了 - 都是横盘了 - 等于是横盘了 - 它这个横盘 - 横盘的上下的一个横盘的 - 幅度不大 - 就是506块到486块左右 - 大概是这样子 - 这种横盘有点类似像这种横盘 - 这个是大区间的横盘 - 例如像这个7月底 - 延伸过来这个地方 - 这三个多月到401块 - 这个是有三个多月的横盘 - 然后突破顺风孔 - 突破以后要进入横盘 - 可见是现在目前的指数 - 是有点比较高 - 所以这种大的群石鼓 - 它也没办法一直拉开了它的一个掌势 - 了解我意思了 - 台积电它是 - 我们讲大潭一定会谈到台积电 - 但是当台积电在整理的时候 - 大潭在顿化整理 - 在修正正乖里 - 或者是修正这个涨盘比较大 - 的这个情况的时候 - 那中小群鼓可能会掉下来 - OTC 就比较好 - 中小群鼓 - 因为那些股票就跟指数无关 - 没有进相关 - 所以它们主力就会骤降 - 所以因此你看到这个礼拜 - 虽然大潭并不是有特别 - 虽然大潭也是有涨 - 这个礼拜 - 但是这个礼拜就是 - 幅度上来讲就是甜分 - 你看这里就知道 - 礼拜一到礼拜五 - 这个上下的高低点变不大 - 五天时间是从礼拜一跳空涨上去 - 那跳空涨上去之后就平住了 - 就平了 - 那几乎是这个地方 - 有一个跳空缺口 - 然后就平在跳空缺口这个地方 - 这个是平在这里的 - 所以从指数的看法来看 - 它幅度变不是特别大 - 我们从这边 - 真正大的幅度是在这里 - 这个是选举之前 - 美国选举之前之后 - 极大这一波上去 - 极大的一成多久 - 就是一万两千四百八十点 - 一直攻到了最近的一个高点 - 就是一三九五一点 - 这里的速度比较大 - 比较快 - 这边比较快 - 这边就慢下来 - 慢下来 - 原因当然是台积电慢下来 - 因为台积电刚刚已经讲过 - 九天时间就整理在这个地方 - 整理在这个地方 - 九天的时间整理在这个地方 - 所以台积电就整理在这个地方 - 对不对 - 这是大的全磁骨 - 另外这个 - 比较大的全磁骨 - 像棉花科也是整理 - 上去之后就整理 - 变整理 - 这是大的全磁骨 - 最近比较有表现的是 - 这两个台大变 - 它是前十大全磁骨 - 它就是整理之后 - 往上再供给一个讯号出来 - 另外这种全磁骨 - 也是整理 - 像前十大的 - 像台积蓝亚 - 这个都是前十大的全磁骨 - 全磁大全磁骨 - 这个全磁非常大的股票 - 看一下台积化也是一样 - 这全磁骨 - 红海也是 - 红海最近也是一样的盘整 - 所以说 - 从这几张股票来看的话 - 那大盘整是这样的 - 但是盘整的时候 - 中小型股就比较有机会 -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郁金光 - 郁金光我们这一档股票 - 我们在昨天有谈到 - 那我们也带我们会员去买 - 六百块到六百元一块 - 这一档股票 - 今天也有做当冲 - 郁金光 - 郁金光这一档股票 - 郁金光几乎没什么长 - 这个几乎没什么长 - 它还是维持一个争议 - 还是维持一个争议 - 但是它的整个技术面 - 我们看到月线 - 它已经慢慢的往上调整 - 月线是往上走 - 十日线也是往上走 - 所以可以看得很清楚 - 那季线也有扣底值的关系 - 你看季线 - 它是季线是在这个地方 - 也是往上走 - 等于是说 - 短线中线才讲的它都转强 - 转强以后今天跳空 - 跳空它是留下一个缺口 - 跳空以后它就是放量之后 - 准备过整理器的平台 - 所以过这个高点很重要 - 这个高点就突破了 - 这个高点是六百二十七块 - 这边有个高点是六百二十七块 - 跟六百二十九块 - 这两个高点 - 这一过来的突破它是一个紧线 - 它盘中过的紧线而且放量 - 是有效性的突破 - 有效性的突破 - 我们就假设它就是 - 不是一个假设 - 是一个确定一个顺风口出现 - 那我们这样比较可惜 - 就是因为当冲比较多 - 当冲比较多 - 所以今天没有办法供商商店 - 跟当冲有关系 - 因为当冲就是这样子 - 它有钻就会走 - 它不一定要手掌平 - 最高是六百七十四 - 掌平板是六百七十六 - 所以没有涨股 - 那不重要 - 当冲的是断这一段的走大 - 有些人在这边进场 - 有些人在这边进场 - 赚了这一段的走大 - 当冲本来就没有要较多 - 但是你如果是有持股的 - 它会持续 - 礼拜一以后还是持续往上上 - 还是会持续往上上 - 这种股票就是属于国家 - 大盘在整理 - 它的股本比较小 - 它就很容易表达 - 可是你说股王 - 大力光源就比较不容易 - 因为大力光源它的全值太大 - 一斤光全值少 - 大力光源全值大 - 所以它被控盘的工具 - 这个礼拜以后都量缩在整理 - 更能量缩整理 - 当然我们跟各位谈过就是 - 要买要买最强的 - 要买要买最强股 - 要做最主要 - 当大盘在整理的时候 - 就会出现很多种的标股形态出来 - 那标股当然不可能只有电子股是标股 - 尤其是像你看最近以来 - 尤其这礼拜比较联系 - 就是钢骨类股它就能够平衡 - 当然除了铜价的上涨 - 钢骨类股的转积以外 - 但是最主要有题材 - 最主要还是要有力量 - 要有人去操作 - 如果没有人操作 - 题材摆在那边也没有用 - 营建类股 - 这个礼拜也表现得非常的亮丽 - 营建类股 - 营建跟钢铁 - 在这个礼拜以前 - 其实它都是整理的 - 当然很多电子股 - 腾出来的一些空间 - 就浪给这些空间 - 另外就是运输类股一直都是强势的 - 所以说它变成说 - 在涨的阶段里面 - 它是列股在轮涨 - 它不会全部都涨 - 全部都涨的话 - 成交量就不可能只有2000多亿 - 而如果全部都涨的话 - 指数就不可能会增加 - 不可能会增加 - 当然就全部用盆出了 -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钢铁类股 - 它类股很多 - 例如像最近的星光钢 - 就是钢铁类股 - 它很明显是补涨 - 就是补涨 - 当然就是这档铁类股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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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是整理之后 - 它就低桶的话 - 连续五天米 - 几乎都是用标涨 - 它是过了平台之后的顺风口就出去了 - 所以钢铁类股 - 只要有人带头再涨 - 那当然就会扩散出来 - 当然就会扩散 - 所以这个类股就会形成 - 排面上的主用 - 或者是当初贸课也好 - 短线课也好 - 当然法人它也会多少会买值 - 法人也会有一些琢磨 - 所以就很明显 - 这礼拜钢铁类股就非常的强 -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航运类股 - 运输类股的话 - 那你看这个 - 货柜三雄那个长龙 - 都是在带头在涨 - 虽然它现在最近涨得比较慢 - 速度没有这么快 - 但是它持续的一直往上创线高 - 当然这个是根基纹类的转机 - 这有影响 - 但是最主要还是要承加那个力量 - 还是要法人的回复 - 2609的长龙 - 阳明也是一样 - 阳明最近是比较在整理 - 但是长龙是带头 - 另外就是比较 - 活泼度比较高的就是2615的万凯 - 这张股材当冲率也非常高 - 昨天有用上平线 - 今天就开始有股项来 - 这是运输类股 - 那在金融类股来讲表现比较 - 不是那么明显 - 但是基本上都还可以接受 - 都是一个高级金融类股 - 这是金融类股 - 另外就是 - 有一些像这个造子类股也好 - 或者是食品类股 - 明明星星都有一些表现 - 你看食品类股这种准备 - 这个是疫苗准备要推出来之前 - 像这个网品就这样表 - 网品也是不是第一天涨的 - 这礼拜也是整理四天以后 - 今天又放量的光照照片 - 那在这礼拜之前 - 它不是也是这样子 - 所以操作股票其实 - 就是一个 - 一个动能 - 你看那个你说网品 - 网品当然最坏的 - 网品赚钱已经过去了 - 但问题是大家都知道 - 这等到疫苗出来 - 或者是台湾来讲的话 - 它也 - 这些食品类股 - 观光类股 - 它们影响其实 - 如果国内的一个旅游的话 - 或者国内的这些食品 - 这个影响比较不大 - 但是最主要是国外的 - 国外的当然是会影响到航空公司 - 例如像疫苗准备要开始施档的时候 - 对于食品类股 - 观光类股 - 运输类股 - 这一定是好处 - 食品观光 - 这个旅游一定是这样 - 旅游设计一定是会得到一些帮助 -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股票 - 等于是扩散 - 各种类股其实都有 - 不是只有少数股票 - 例如说 - 有些股票就是这样 - 我常讲都是上涨 - 靠前推下 - 靠风吹 - 你看这种股票 - 你看这种股票 - 你看2038 - 你看这种股票也是用飙的 - 海光也是一样 - 它也是做调钢型 - 这个是调钢的完蛋 - 这个也是做钢火的 - 应该是说 - 你看这种股票 - 它整理这么久 - 然后上个礼拜放药以后 - 这礼拜开始震荡整理 - 又创新高 - 它就是因为一个整个类股 - 这样在飙涨 - 而且这种东西你说 - 它涨了以后 - 报纸就会开始写出 - 它获率它短期 - 报纸没有本事先写 - 都是马后炮 - 涨起来它才会写 - 我跟各位讲 - 每一档股票基本面都很好 - 你就是算些不好 - 现在不好我也可以说 - 它以后会好 - 那不是就是好 - 对不对 - 你现在没有赚钱的公司 - 我们也可以掰出 - 下一季或是明年就会转好 - 那问题就是基本面很好 - 你只要涨就会有故事 - 所以 - 钢铁类股也是这样子 - 运出类股也是这样子 - 当然这种 - 譬如说 - 这种 - 这种什么 - 这种什么 - 这个什么 - 营建类股也是这样 - 营建类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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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或者是2506 - 这支股票 - 这支股票 - 泰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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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都是一样的 - 所以 - 有一档股票带头之后 - 其他股票就会抵价 - 就有机会抵价 - 而不是说一定 - 每一档 - 不是每一档都会跟涨 - 但是有一部分的股票会跟涨 - 那你说 - 这些股票是怎么来的 - 就是钱的问题 - 我常常讲过 - 一档股票要做成功 - 一定要拉 - 一定要钱 - 我们再回答 - 这个 - 连电 - 你看这个连电 - 连电 - 连电他过了孙风口之后 - 这礼拜 - 礼拜一大涨 - 那礼拜二就停下来 - 那接近这里面整理 - 那这个整理以后 - 我们就不要预设高点 - 为什么 - 因为连电上去之后 - 它是放量上去 - 然后高档震荡 - 表示筹码是被锁定的 - 那筹码被锁定以后 - 连电当然就还有再涨的机会 - 它是做巴充金研厂 - 那巴充金研厂来讲 - 最主要我这几天都展到一档股票 - 叫做世界先进 - 我想这个世界先进这样股票的 - 发发率应该会比较下 - 因为连电的市值 - 已经跑到世界发发率 - 从13块已经涨到 - 现在39块多了 - 它也是做巴充金研 - 世界先进也是一样 - 而且是台积电的相关公司 - 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- 这礼拜是放量突破高点 - 但是因为这当冲的很多 - 当冲的非常多 - 礼拜当冲很多 - 所以这几天都是震荡拉回量数 - 所以以这档股票 - 在今年度来讲它涨幅只有一倍 - 五十几块涨上来 - 虽然目前是150块 - 大概涨一倍 - 跟台积电差不多 - 但是台积电又涨幅又大于一倍 - 台积电是从23块已经涨上来 - 那连电是从13块涨上来 - 连电涨了两倍 - 所以外套这种金研代工的一个爆发力来讲 - 我认为世界先进未来爆发力会比较大一点 - 世界先进 - 所以我也建议说世界先进这档股票 - 过了减限之后的回测 - 这个地方就是买点 - 买点就是在回测下来 - 在十日线以上 - 五日金线这个地方 - 这个地方买进 - 然后控制风险 - 我们有建议过任何一档股票 - 你只要买进 - 做多还是做空多一样 - 都要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一 - 这是世界先进的部分 - 那3046的这个 - 你已经关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- 我们是买在600到605块 - 那还另外一档股票就是 - 我在其他节目也谈到 - 就是IC设计图里面一档比较贵的股票 - 就是做这种传说晶片的 - 这个IC设计图就是5269的详绰 - 详绰这档股票的话 - 也是一样 - 它就是最近比较价格特别高的股票 - 都在整理 - 不是只有详绰 - 包含普瑞也是一样 - 包含星象也是一样 - 或者是郁金光也是一样 - 这是等于是1000块以上的股票 - 基本上最近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公众 - 所以以这个详绰来讲 - 它整理角度也是非常的漂亮 - 一直一波一波的一个整理 - 像这种股票都是未来可能会产生的 - 极大的攻击力量 - 因为像这种1000多块的股票不用整去 - 因为基本没有人比它好 - 不好它还1000多块 - 就是因为很好才会1000多块 - 这乡也知道 - 你看普瑞 - 普瑞也是一样 - 最近也是在整理 - 6510的金测 - 做摊登卡 - 最近有反弹一点 - 但是反弹幅度也不是很大 - 都是将近1000块的股票 - 另外就是 - 像6669的维演也是一样 - 或者是6409 - 这种股票也是非常高价的高价股 - 都是一样 - 6732的这种股票 - 高价股增加 - 增加电 - 它也是做IC设计股 - 这一样 - 这些股票都是在整理 - 基本上我认为享受最有趣 - 因为享受这种股票 - 当然这种比较贵 - 但是 - 应该是说比较保守的人 - 常常会想要做这种股票 - 所谓的比较保守就是 - 你考虑到的都是以基本面为主的人 - 以基本面为主的人 - 它就会对这种股票也会有信心 - 如果说投资品有些人在做股票 - 它只是看技术面 - 或是看感觉在做股票 - 或者它想要买就买 - 想要卖就卖 - 那跟基本面就无关 - 你看它涨就可以追了 - 例如说这样的营建股 - 你说营建股 - 营建股很多股票 - 其实我讲难听点 - 你跟这个礼拜的大涨 - 跟上礼拜基本面还不是都一样 - 那你说有些公司什么销售入账 - 那一定会入账的 - 在销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- 那一定会入账 - 总有一天要入账 - 怎么可能不入账 - 你在销售上个月上上个月 - 上一季在销售的时候一定会入账 - 这保证会入账 - 那问题不一定会涨 - 入账也不一定会涨 - 没有这种事情 - 如果没有人炒作是一定不会涨 - 我可以跟你讲 - 所以说我刚刚讲的例子就是一个 - 一个通则就是说 - 投资品要做股票就是要了解一点就是 - 没有钱它不会涨 - 没有人炒作不会涨 - 没有题材不会涨 - 一定是这样 - 所以现在目前大盘它的走势 - 没有什么特别的破绽 - 但是问题是有正乖比较大要修正的一个机会 - 当然要涨起来过了顺风口出气 - 它要走到多远 - 我只能跟你讲我真的不知道 - 那还要跟连倍国际股市去操作 - 但是其实就是操作 - 因为多方式顺风口就是操作多多 - 做多的话要选择股票 - 要选择股票的话 - 任何股票我都没有特别的意见 - 你要操作什么样类股 - 我没有特别的意见 - 你要说IC设计股也好 - 半导体也好 - 公民有关系 - 但是最重要就是一定要设股成绩 - 例如像最近我们也跟各位推荐过一档股票 - 叫8028的升阳半导体 - 这档股票量一直也不是很大 - 最多也才八九千张 - 为什么要讲这档股票 - 因为除了技术面的转强以外 - 另外一个就是它是台积电的相关供应源 - 它是做再生金源跟国化金源的 - 是台积电5奈米的再生金源的相关供应源 - 它就是台积电相关股票 - 就是台积电的一个供应源 - 对不对 - 但是因为像这种股票它是半导体 - 因为法人的买坛并不是很明显 - 价格也低 - 成交量也并不是特别大 - 所以比较不会受到大家的注意 - 可是我们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- 我跟各位讲过 - 它已经整理平坛突破顺平坑 - 随时就会测动 - 像这种股票也是属于半导体的 - 就是8028的升阳半导体 - 它就是属于台积电的相关供应源 - 类似像这种凡仙 - 这个就是台积电的供应源 -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- 台积电相关的这些供应源就是这个 - 这些股票都是台积电的相关供应源 - 或者是金财也是 - 金财是最出名的股票 - 台积电的相关供应源 - 或者是3413 - 3680 加登等等 - 这些都是台积电的相关供应源 - 当然像这种日月光这种也是相关的供应源 - 都是一样的 - 因为它属于半导体 - 台积电是做金银 - 金银代工 - 这个是就帮它做工程 - 对不对 - 所以 - 我们跟各位讲的这些股票就是说 - 在操作上面 - 最近因为做股票是这样 - 我很多人做股票都是有个坏习惯 - 就是越买越多 - 然后会做成为谈点 - 我都不建议 - 做股票其实我们是散户 - 那散户做那么多股票干嘛 - 我们散户做股票就是做个三五档 - 就很多了 - 我认为就很多 - 那如果说 - 因为现在目前是多头市场 - 对不对 - 多头市场 - 拉回还会再往上涨 - 会创新感 - 因为多头趋势向上 - 多头市场 - 那全世界都是多头市场 - 没有问题 - 但是问题是股票市场 - 会不会永远都是多头市场 - 那当然就不会 - 当然不会永远一辈子都多头市场 - 那等到未来大韩 - 如果未来或有涨多 - 不一定是今年 - 也许是明年 - 涨多以后 - 一定会有回撤整理的机会 - 那回撤整理的机会 - 那指数回撤 - 那个股一定是会回撤 - 那有的股票会跌得比较多 - 有的股票就会跌得比较少 - 比较抗跌的意思 - 所以你买进去的股票 - 未来还是要卖出 - 那除非是永远都不卖 - 不卖的 - 那不卖你干嘛 - 不卖其实就不用看节目 -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本来就是教你操作 - 你不卖就一直摆着了 - 一直摆着那干嘛 - 那涨跌就没有关系了 - 是不是 -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- 就是说 - 以现在目前我个人的看法来讲的话 - 就是做多了 - 那拉回的话 - 寻找强势列股的股票是做多了 -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- 谢谢各位来收看 - 明天见 - 并有价证券 - 无不当至财务利益关系 -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-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-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- 并自负投资风险 - 明天见